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亞洲大學資傳系陳文倩教授 亞洲大學董事林佳琪董事 通事教育中心主任黃淑貞主任 各位來賓 老師 同學們 大家好 謝謝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一軒 今天才開學第二天而已 這間A101教室就擠滿那麼多人 相信在場的各位一定都知道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吧 有誰可以告訴我嗎 好的 謝謝你 今天是文倩講堂 創意思考系列講座的第一堂課 我為何失去了創意 那麼現在就請我們通事教育中心的主任 黃淑貞主任為我們致詞 為這一系列的講座揭開序幕 請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我們美麗的主持人 文倩老師 林董 還有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跟大家拜個晚年 那預祝大家呢 在今年呢 可以一切都非常的順心 那我想呢 亞洲大學呢 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那其中呢 最亮點呢 就是我們人文藝術的氛圍 非常的濃厚 不論是在我們的校園的一個環境 還有我們課程活動的規劃 都充滿了濃濃的人文藝術氣息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呢 推動人文亞大系列 那在這系列當中呢 我們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那其中最吸引同學呢 的一個活動呢 就是我們文倩老師的文倩講堂 上學期呢 我們有七堂的愉悅學校系列 常常爆滿 那這學期呢 我們要再推動呢 有八場的一個講座 其中有四場呢 是跟四位的CEO的一個對談 在這個桌面的地方 好 那這四場的一個 這整個八場的一個活動呢 我們都會掛在通識中心的一個網頁 歡迎各位同學呢 報名參加來聆聽 我相信呢 這八場聽過之後呢 你的人生會很不一樣 那我想我們先預祝呢 這學期的我們創意思考系列 可以常常爆滿 那謝謝各位 那我把主持 這個主持幫我交給我們主持人 謝謝主任為我們的致詞 那剛剛主任也有提到 我們接下來除了今天之外 還有七堂文獻講堂創意思考系列 講座的部分 如果今天沒辦法來到現場 或是對之後的主題 有興趣的同學們 都可以到通識教育中心的網頁上 下去做查詢 取得更多的資訊喔 那麼講到現在應該已經有 不少人希望我快點下台 讓我們的文獻教授 開始今天的講座 那麼事不宜遲 讓我們掌聲歡迎文獻教授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看起來像從極地來的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現場的貴賓 林董事長主任還有老師跟同學們 你們大家好 鐘聲響起 我今天的題目是跟著我們這個學期的一系列 我們要跟很多企業家對談 其實很多企業家 他剛開始創辦他的企業的時刻 第一個來自於他的創意 而他可以提出創意 還要他可以相信自己對不對 因為很多創意你在廁所講完就完了 你對同學喝個酒吹你完就完了 他相信他可以實踐他的創意 然後他剛開始實踐的時候一定很辛苦 也很多人都會覺得你到底在幹嘛 我們最終看到的是成功的他 今天在座的你們可能覺得自己很年輕 可是讓我告訴你 我今天會跟你說一件事 按照人對一個人腦袋的研究 人開始有創意 而且源源不絕 是接近十歲左右 然後一個人 他的腦袋最有創意的時刻 通常是他十八歲到他二十五歲左右 然後呢 每個人的生理 甚至他的腦袋 大概 有的人好一點是三十幾歲 有的人是二十九歲 但有一個平均數叫做二十九歲 他就開始老化 他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腦部 所有的能力 各種東西 全部都開始慢慢退化 所以不要像我老 九年後你們也通通都老了 所以青春時間並不長 我們社會上定義的青春是另外一種青春 但如果從一個人的人體跟他的創意 來說 你們現在是人生最黃金的時期 我小時候如果有人給你這個題目 我為何失去了創意 我一定舉手說 我知道 因為我被國民黨統治這樣 或說我知道 因為我的老師他們都教我 都是鐵壓式的教育 我知道 因為我們的校長太兇了 可事實上 人所以失去創意的理由 非常的多 你發現 國民黨沒有了 你還是沒創意 校長沒有了 你還是沒創意 老師沒有了 你還是沒有創意 所以我今天要談的題目叫做 我為何我為何失去了創意 人在什麼年齡裡頭最有創意 或者他可以啟發你的創意之何呢 我曾經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麻省理工學院 C-Cell就是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的主任 他的名字叫Deniel LaRouz 他前一陣子還特別來台灣 台灣的所有企業界 看到他就這樣 簡直是 比很多男人追 林志玲追星還要瘋狂 因為他是全世界現在最頂尖的人工智慧的科學家 他是羅馬尼亞後裔 在麻省理工學院C-Cell 第一個女性的主任 他非常非常的聰明 從小得到一大堆天才獎 他現在還不到50歲 然後呢 我問他說 在一個人工智慧的時代 他批評了美國的教育 他不太了解東方的這些教育 他批評了美國教育 他入了美國的教育 沒有讓很多小孩 從小開始去啟發他的 創意本能 嘿 我就覺得說 我們不是都覺得 人家美國是怎麼啟發他們的小孩 創意本能 是我們的教育 在踐踏這些人的創意本能嗎 對不對 結果他說 美國沒有真正啟發 小孩子的創意本能 永遠都是Stereotype 學鋼琴 學小提琴 打球 那如果是亞洲人的家庭 覺得打球玩玩就好 所以臨時好要打球 在亞洲家庭裡頭還很特別這樣 大概就是這幾項 然後再來學學畫圖 對他們來講這個叫做創意 可是他認為 我問他說 他就認為說 其實應該從他們很小的時候 就讓他們可以開始去摸 觸摸自己去製造小機器人 去製造很多跟人工智慧有關的東西 那我就問他說 應該是什麼年齡 他給我的回答叫Middle School 大概是十歲左右 他就舉一個例子 這是他風靡全美國的一些創意 你以為機器人是一個人 他很大 很硬 或者他不像一個人 他就是一個手臂 叫自動化的機器 這樣一直做一直做 Denla Rousse讓全美國風靡的 他的機器人呢 你看到右邊這個沒有 他就是打開來 他其實是一條魚 看到沒有 是一個井裡 是一條魚 他下面這些東西呢 叫做Garden系列 每一個都是機器人 就這麼可愛的小機器人 然後在旁邊 他搞了一個很像怪獸的一樣 爬在他身上 就感覺像一個寵物一樣 他說這些所有的創意 來自於他的女兒 因為他是一個科學家的後代 他爸爸媽媽都是科學家 所以他得到很好的栽培 他自己就想讓他的女兒 從什麼時刻開始去觸摸 很多這些小機器人的東西 結果有一天呢 他就問他女兒說 你希望你的機器人長什麼樣子 你希望rebotic長什麼樣子 他的女兒就自己去畫了一個孔雀 那天晚上他想了很久 你要注意這個媽媽 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授 她當時40出頭 已經贏得了幾乎全世界所有的院士獎 榮譽獎 美國的天才獎 什麼獎都拿了 那天晚上他想了好久 他突然突破了 因為在他的女兒告訴他這句話之前 麻省理工學院做出來的機器人 都是我剛才講的很大型的 然後人這樣端過來端過去 就是一個手臂型的或是類似的 直到他女兒告訴他 他突然從這個地方完全突破 他變得好可愛 所以他覺得色彩美 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此他開始走上一個叫做 DIY的小機器人 他覺得現在3D列印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做一個城市設計 我畫一個孔雀 然後我透過3D列印我用熱力去烤 所以他列印出來以後 我只要一烤他就變成立體的對不對 然後立體完了以後呢 我想叫這個孔雀做什麼 比如說我想叫這個孔雀 他從那裡走到這裡 把所有這個裡頭的毛通通都撿起來 那我只要download一個APP 然後這個小小的chips包在這個孔雀裡面 那我若不喜歡孔雀 我想要一隻狗 它也可以 我想要一隻貓 它也可以 我想要一隻蜥蜴 它也可以 反正這個外型就是隨便你去挑 然後他就沿路這樣一直掃地掃過來 那他就覺得未來 人類的世界裡頭 兩個小時可以完成一個機器人 那因為這個project 他突破了這個想法 你知道他拿到的這個美國的教授啊 在美國整個中心裡頭 最重要的地位就是 它有多大的突破 它可以thinking out of box 所以它可以有創意 然後它的東西都代表一個future 非常大的一個未來 那在整個CCL中心裡頭 比如說你們大家很佩服的 Google X這個實驗室 如果學工科的人就知道 現在全世界的無人車最厲害的 無人機最厲害的 都Google X做出來的 Google呢就沉迷了很久 十年 然後再推出一個叫做 可以下圍棋的機器人 結果這個人工智慧 就打敗了歐洲圍棋冠軍 現在只剩一個人可以挑戰他 就剩一個人 所有的人都敗給了他 那也是Google X做出來的實驗室 所以那很多都是從MIT出來的教授 他到Google X 那美國的特殊制度就是 他的教授跟產業是完全結合的 我們其實是充滿了一種虛偽的 唯善道德制度 我們認為教授啊 就要不要愛錢 所以就要在學校裡頭教課 不可以在外面兼差 如果這個教授呢在外面兼差 他就是愛錢盈利 不認真教學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教授 他一定會跟產業脫節 因為你學的不完全是人文 尤其你學的是這種應用科學 接著呢產業得不到 學術裡頭最好的頭腦 支撐他的研發 所以產業也不能進步 學術又落後於產業 就脫軌了 所以你們現在大學生 為什麼會成為可憐的月光族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項原因 跟我們的大學教育 跟社會的產業脫軌 有很大的關係 那美國的制度完全不是如此 美國的制度呢 你一個MIT的教授 他可以說 我Sabbatical一年 我們台灣的教授 如果Sabbatical一年 他就去美國遊學 去哪裡遊學 他們不是 我就到Google X裡頭去 然後在Google X裡頭 我發現 我把它量產到一個階段 我在研究上不能突破 我又回來MIT 那如果是台灣的教授 就會覺得你幹嘛 你去Google賺了一票錢 你還回來學校 我不讓你回來 一腳把它踢出去 就是我們有很多錯誤的觀念 那MIT不是如此 那這個女教授呢 她在MIT裡頭 為什麼地位這麼高 因為當她有這個突破的時刻 美國 全世界 尤其是樂高 嚇壞了 因為她想像說 哇 那以後我的玩具有誰買呢 趕快就投錢在她身上 只要她可以突破到一個階段 很可能這個技術 就被哪一家玩具公司買走 Apple也來投她的錢 她一旦可以突破 所以她的研究人員 跟研究師是我的MIT裡頭 看起來最大的一間 好大一間 她的研究人員很多很多 好 她的創意來自於誰 她十歲的女兒 她就說她的女兒給了她一個創意 所以呢 人其實很年輕很小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那個人高高在上 但是她有一些包袱跟成見 或是既有的規矩 所以她會很依賴很年輕很小的人 突然丟給她一個概念說 我希望她長得像孔雀 然後這個媽媽就突然有不同的想法 那Denella Ruth呢 她認為十歲開始 她自己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變成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我們來看最近最重大的一個話題 兩個翻譯 一個翻重力波 一個翻引力波 在中文世界裡頭有不同的翻譯 大家要證明的是 阿因斯坦一百年前的理論 阿因斯坦提出 狭異相對論的時候是二十六歲 到一九一五年三十六歲的她 發表了廣義的相對論 到二零一六年事隔一百年 最後 Legal 那裡頭當然以馬生理工學院為主的 科學家為主 合起來 他們宣布 以科學實驗證明了阿因斯坦的理論 他們聽到了兩個黑洞 彼此碰撞的聲音 原來宇宙是會拉大提琴的 就聽到了她的聲音 聽到了她的琴弦 阿因斯坦她二十六歲的時候發表 狭異相對論的時候 她自己是有寫她的diary 有寫她的日記的 當時她是什麼狀況裡頭發明這件事情呢 她是一直讀書一直讀書嗎 一直思考一直思考嗎 抓破頭腦嗎 她很簡單 她就好聰明 她就坐地鐵一樣 她就看 每天上班 她在一個實驗室工作 就看了一個鐘 然後那個地鐵這樣過去 再看一個鐘 地鐵過去像英國的大奔中 她是在瑞士 她看了一個鐘 她就提出了狭異相對論 所以 我今天前面跟你講的就是 其實人年輕的時候 最會有創意 一個是生理上 那時候你是腦細胞最火藥 第二個是 你沒有以前的包袱 你沒有以前的包袱 你不像Denelle Ruth 她已經在瑞士流學那麼多年 可是她的女兒十歲的人提醒她說 我想要一個長得很可愛的機器人 好了 Hawkins 幾歲提出她的黑洞論 28歲 Bill Gates 20歲的時候和Paul Allen 創辦了微軟公司 那這兩個人呢 都出生於1955年 有一段時間呢 還有一個靈異學說 說1955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磁場 怎麼所有科技界裡頭最重要的人物 都出生在1955年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在1955年 20年後1975年的時刻 那個時候剛好 電腦的技術 從大電腦發展到個人電腦 然後Bill Gates他是20歲的人 他們跟Paul Allen呢 就是剛好最聰明的時候 他們沒有已經進入大電腦 或是傳統產業那些人的包袱 他不會覺得他已經知道的東西了 他所有的腦袋是開放的 他沒有既有的一些東西 在他的腦袋裡頭 他覺得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如何 所以微軟是由他和Paul Allen兩個人 在20歲的時候 當技術走到這裡 由他們突破 所以我們現在都知道 雲端的時代 最好的教授 不是終身教授 而是剛剛挖回來的助理教授 因為越年輕的越行 一樣的道理 Google的創辦人Larry Page 他是在25歲 之前他就已經開始嘗試 25歲的時候 正式創辦了Google 所以我用了這些資料要告訴各位 永遠不要覺得自己現在很年輕 所以你需要慢慢的累積你的經驗 最後你才會有創意錯了 往往經驗會限制一個人的創意 所以也曾經前清大校長劉中朗 他寫了一本書 我們需要上了一堂公民課 其中有一個chapter呢 他就說為什麼台灣科技園區啊 所有這些創辦人都剛好 是1970年代離開校園 然後出生在1950年代前前後後 包括溫氏人包括林白所有的人 為什麼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 他就說因為台灣之前很厲害的企業家 都去做了傳統產業 那這些傳統產業可能是工具機 可能是機械也可能去蓋房子 可能去做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他們做他們的東西就好 他的思考就是原來這個範圍 結果呢這些台大電系畢業的人 其實他們念台大電系系的時候只有 根本台灣沒有高科技公司 那後來就是進入一些計算機的公司裡頭 做事叫三愛電子 然後在全世界那邊賣一些三愛電子 賣得很辛苦 可是等台灣有park zone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二十幾歲 已經進過其他的行業 人夠成熟 第三個他們充滿了創意 所以都是由他們創業成功的 那這是劉久良曾經做的 那我剛剛講的是高科技 最近有一個人非常紅 叫Nick Patera 他是Minnesota的人 我們可能很多人很會唱歌 他的唯一特色在一般唱歌的人裡頭 就是他的音域非常的廣 他可以唱很低的音 可以唱很高的音 這已經很了不起對不對 可是他很紅的原因呢是什麼 因為他比這個還要有創意 他讓自己唱悲慘世界 唱好幾個歌劇 然後自己扮演好幾個角色 甚至一起合音 所以他透過網路 他自己一個人可以演出一齣歌劇 他透過網路 他自己可以變成高聲部 中音部跟低音部 然後於是他把藝術表演跟科技做了一個結合 我們請同學幫我們播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Adele的Hello 大聲一點 後面大聲一點好嗎 後面大聲一點謝謝 愛戴爾不久之前發表的新作Hello 換了樣貌 這次多了高八度和低八度的三部和聲 樂曲的風格顯得更加豐富熱鬧 How from the outside At least can see that I've tried 文厚又細膩地渾身重唱 乍聽之下 像是處於某個小團而不覺有意 不過仔細一聽 這個版本的主唱是名年輕男子 而且從頭到尾 竟然就只有他一個人 這是Lion 狮子王 鳥 不乾淨 I can't hear more to find that can n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around your eyes and the sapphire sky keeps waiting some more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you need to look too far stealing through the night's uncertainties love is where we are but wait 他是來自美國迷尼蘇達州的 30歲歌手Nick Pitera 音色純淨明亮 音域極為寬闊 可用假音輕鬆駕馭女高音 也可以不費力壓低喉嚨唱出bass have faith the future is littered with prizes and who and the main every sea the point that i must emphasize is you won't get a sniff without me so be prepared for the cool of the century 愛歌誠摯的Nick Pitera 唱過一個人的獅子王 和一個人的歌劇魅影 無論是迪士尼動畫 或者是百老匯音樂劇 通通難不倒他 Nick Pitera把一人卡拉OK系列放到網路上 果然一炮而紅 Be prepared One more day Alone my love We will be together One more day With him Not care We will be with you What a life I might have known I swear I will be true But you never saw me there My place is here I fight with you 原本主修電腦動畫的Nick Pitera 顯然玩上了影 挑戰曲目越來越難 生物越來越多 甚至還一人分飾多角 而毫不錯亂 在《悲慘世界》的主題曲中 他創下一人分飾九角的最高紀錄 男女老幽一把抓 無人能敵 The world will discover What I've got in heaven as it starts One more time One more day One more day One day Take my hand I'll lead you to salvation Take my love 他在2012年時 曾經在Amazon和iTunes平台 推出自創單曲 2015年推出五首單曲EP Nick Pitera的音樂和娛樂性十足 儼然成了網路新歌神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Somewher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ay do you hear the distant drums? It is the future That they bring with tomorrow Come on 好 你們覺得他很棒的劇 拍手好嗎 OK 他是一個會唱歌的人 你說他的歌聲美到什麼地步嗎 他修電腦動畫 他有特別厲害嗎 但是他有這個創意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人阻礙你的創意 我待會告訴大家是誰阻礙 但是我舉很多的例子 你如果不斷地想說是誰阻礙你誰阻礙創意 一個一個反駁 年輕才有創意 好了 那藝術你跟動畫結合也可以有創意 老了就一定沒創意嗎 不 老了有一些想法 你懂得跟新一代結合 你們會擦出火花的創意 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品牌師 叫做黑棋徽南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東京的表餐島 你們要去看一塊基林地 你可以一邊播哈 他在裡頭辦了一個叫自由大學 就是日本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想要創客 他辦一個自由大學 很特別 我們把聲音關掉 我留著畫面就可以了 好 你們可以一邊看 這是在非常多最熱鬧的東京表餐島旁邊 那有一個地方呢小小的 它是一個基林地 那基林地通常就被扔在那裡 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那東京市長呢就找了黑棋徽南 他就在那裡辦了一個自由大學 然後讓很多人在裡頭上課 學各種不同的東西激發創意 然後接著呢 很多人還在那邊學泡茶 這是一種例子 各種課程都有 然後呢旁邊就有創客 因為它就提供很多人 可以在那個地方做創意 那它跟我們過去 我們大家熟悉的一些文創圓 其實最不一樣的 它雖然在東京的表餐島 但它是一塊基林地 然後黑棋徽南 它的想法就是 我是來幫助年輕人 所以它並沒有像 我們有一些詬病的 某幾個文創案 它收的租金非常的高 因為他們的商業目的 我不能說商業目的 其實還是有一點賠錢 但是呢 某個程度來說 就是說它完全 就是認為 它不要靠這個賺錢 然後很多政府的Fund 跟各種東西都進來 所以這就是黑棋徽南 它已經蠻老的 你看它穿衣服 也很腰騷的樣子 OK 那我們去訪問它 說它好高興 你看它也不覺得 它自己多麼老 然後它就把很多年輕人找來 讓他們有創客 然後它的Airbnb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Airbnb 就是你可以在裡頭 去找到飯店 它就覺得 什麼Airbnb 搞什麼飯店 像我們現在呢 有很多 比如說松菸 它很大的賠錢的原因 是因為它樓下非常賺錢 如果去過松菸 它樓下就是 根本就是絡繹不絕 然後都是商業性的商店 麵包店 然後拉麵 什麼生意都非常的好 高級 然後電影院也還不錯 那可是呢 它上面的工作是 藝術家就會批評說 好多錢這麼貴 這算什麼文創 那但是呢 成品松菸還是賠錢 因為它上面搞了很多的旅館 那旅館呢 生意不容易太好 你太便宜 你一定回收不了 你太貴 人們會覺得我來松菸這個地方 我不是來住五星級六星級飯店 所以呢它就變成一個 不是那麼 就是它在商業 跟文創 跟創客 跟自由這幾個裡頭 全部都起了衝突這樣 所以大家才會有這麼多的爭議 然後甚至有一段時間 被稱為叫做必愛 然後或是兩個合夥人 富邦跟成品 就吵起來了 其實本來大家都是來自於很好的動機 那可是呢 黑棋會難 它有足夠的經驗 它就知道說 搞什麼飯店嘛 你搞飯店一定會賠錢 所以它的飯店長什麼樣子呢 你們待會兒會看到 它就是你很喜歡的那種箱型車 它把它改成 裡頭就是一個飯店 還有很多老外 就特別喜歡 所以當時如果松菸不要去搞這麼大一個飯店 它搞得矮一點點 然後呢 因此不要那麼高呢 以至於也遮住了那個松菸旁邊的那些建築 然後它把很多廣場裡頭 都擺了一個一個很可愛的那個 Volkswagen那種箱型車 漆上很多的顏色 裡頭改成房車 一會兒住這裡 一會兒住那裡 然後跟你說 你今天晚上住在這裡 你要在這邊起床也可以 你明天想在大家和平公園 看日出生起 我就讓你可以開車到那邊去 如果市政府給的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我明天要在大稻城醒過來 所以我租一個Airbnb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地點 都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model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訪問黑棋惠南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陷在一個圈子裡頭討論 那譬如說成品覺得他對 富邦覺得他對 然後呢 柯文哲說你們兩個要好好討論 童子嫻來協調 然後有人說通討論 你們什麼不對 然後再加上課文就說 他前面的市長是B端 然後到後來前面的市長 這個文化局長 他們就跳起來說你亂講 其實很大的一項原因就是 他的整個business model裡頭 他真的很難賺錢這樣 那黑棋惠南呢 他可能是一個 更有經驗跟創意的人 他就丟掉所有這些商業的東西 完全扔了 一個機靈地 然後就用所有的自由的概念 所以他現在是日本所有的人 朝聖地點 你現在看到他的東西沒有 他就在這裡頭做這麼好的 家具的展覽 然後他自己也挑了很好的品牌 然後呢 他也搞了很多什麼 他就很會挑 這個人是有創意的 所以挑什麼樣的人進來 他的眼光也比別人好這樣 蒐集不同的牙刷 蒐集不同的家具 那這個是他的模式 那最近還有一個非常紅的一個動畫 四分鐘 這個動畫叫The Present 那我們可以播他的畫面 不要播出聲音啊 The Present是什麼意思 是禮物嘛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播聲音 OK Present是一個動畫 他總共得了59個大獎 那他就是一個 Present意思是禮物 那意思就指的是什麼 就現在 你的當下 謀稱就是禮物 那這個四分鐘的短片呢 你們可以去下載來看 那他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你看他後來的時候會很驚訝 那很多人就會告訴我說 創意是要花錢的 對不對 創意是要花錢的 沒有足夠的創意 沒有足夠的金錢 我就很難有創意 我告訴你 貧窮到一個程度 人會翻轉出一個創意 放一首歌給你聽 我的Bank Account 這首歌我們放聲音 來 聲音出來 你編了 馬來西亞的歌手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蛤 情人節的時候 你會送花給我 買我喜歡的東西 給我驚訝 可是現在你不會這樣做了 我 夠了 你們在講 你們在講 我覺得我們走比較遠 Lun Sang 歌手 沒有出口 有話說不出口 男人最明瞭 有苦誰又會知道 知他 Credit cut 还不完 情人节又到 我何尝不想送你名牌宝宝 吃烛光晚餐好了 你来看我的钱吧 剩下的已经很少 爱情来不及变老 可惜钞票一直在燃烧 再来看我bank account 存款已经七七八八了 只是想让你知道 最近经济很不好 钱很难逃 生活费 起家了 一倍的大力两块了 如果的大力高 老板还会家无保 家里无保 你来看我的钱吧 生活费 剩下的已经很少 爱情来不及变老 可惜钞票一直在燃烧 再来看我bank account 存款已经七七八八了 只是想让你知道 最近经济很不好 钱很难逃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会再刻苦奈劳 钱拼命照 好吧 情人节没有说到话的人 现在知道 因为credit card 爱情来不及变老 因为钱越来越少这样 这一定是穷到一个阶段的人 才写了出来的歌嘛 对不对 有钱的人绝对写不出来啊 所以 它引起了所有的人的共鸣 所以 我跟你讲 人在任何处境 都可以有创意 陷入绝境的创意 有时候引起的共鸣 尤其在这个时代会特别的多 所以扼杀创意 有一个杀手 那个杀手永远你环绕到最后发现 都是你自己 所以我说我小时候觉得 谁扼杀创意 第一个国民党 国民党倒了 我可能未必还是有创意 校长 校长换了也没创意 那离开学校也没有创意 扼杀创意的杀手 有很大部分 是你自己 我很同意我们的教育 把所有的人当copycat 在教育 但是 如果你不要被这个copycat 影响 其中有几项因素 你可以找出 你的潜能跟创意 在创意里头 第一件事情 世界上最可怕的现象之一 叫做 人多是种 这是爱因斯坦 曾经写的话 爱因斯坦讲这句话的道理 很简单 一个是他个人的经验 第二个 他是犹太人 所以他亲眼地看到 在德国 当时纳粹运动 他们如何地被追杀 如果没有美国的福特基金会 把爱因斯坦请到美国去 爱因斯坦 只是一个集中影里头的悲剧故事 所以他很了解 一个人的创意 是怎么样维持下来的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事实上最可怕的现象之一 叫做 人多是种 多数人当下的主张 未必是对的 但人一多 声音大 势力也大 于是民众把它当真理 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提出的时候 你知道全球科学家不是一般人 全球只有三个人赞成他的意见 而且都说 他毁谤了 胡说八道了 什么攻击性的字眼都有 他提出 广义相对论的时候 1915年 到后来 纳粹决起 追杀他的时候 他曾经是纳粹 认为应该杀犹太人的理由 因为他创造了 写说 所以当他提出这些观念的时候 全世界的科学家 不是一般人 只有三个人 认为他是对的 人很少 声音很小 有的时候反而是真理 所以 不要急着附和那些声音大的人 多数人倒向他 有的时候只是确于与之对抗 想要赶快附和 所以你不敢相信 你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 是扼杀你创业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 不相信你自己 我问了很多人说 你觉得 你被扼杀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有的人说他怕失败 有的人说这个 有的人说那个 可是你把所有的理由 通通找出来 就是不相信自己 因为这里头 你有太多的恐惧 你怕别人一样的眼光 像Bill Gates 他念哈佛 他妈妈是IBM的董事 他出生一个非常 你可以说家世背景很好的家庭 怎么可能容许一个小孩 书都不读完 二十岁跑去开公司 但是他相信他自己 他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 他说服他妈妈 他回忆 他第一次告诉他妈妈的时候 他妈妈说 你可不可以一边创业 一边读书 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他妈妈 为什么他读书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哈佛有一种很特别的课程 这个课程呢 它是专门给精英班念的 什么精英班念 你可以进来 任何人都可以来 上学期全部进来 你可以一年之内 把四年要上的数学课程 全部都念完 然后第一 学期 到了下学期 可能就刷掉一半 Bill Gates在那一年读完了 所以他用这个说服他妈妈说 我已经读完了 那我需要这个 half a degree for what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想法 你让我去try 他相信他自己 他妈妈反对 他在说服他妈妈 所以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内心里头 其实有很多恐惧 你不要家庭是一个 别人异样的眼光 我一开始 我不是为了要给你们 投射我今天讲的创意 穿成这个样子 是我有需要 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在生病 那我以前呢 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对我的印象 就是这个怪女人 奇装异服 那我如果是David Boy 你们觉得我很厉害吗 那我是Modana 你们觉得我更厉害这样子 可是呢 大家就觉得 好像很靠近你的 东方的女子 这个样子叫做奇装异服 那因此这个奇装异服 就搞得很多人很不高兴 但是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认为我起装异服的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戴帽子 而我戴帽子的真正原因 是我在电视录影棚里头摄影 那我录影的时候呢 他们为了保护机器 摄影棚里头都只有是开 温度是10度 我说为什么这么冷 他说因为要保护机器 我说你要保护机器 你要我死啊 所以你要机器活 要人死吗 那我是一个经常生病 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 我可以连续发烧一个月 当然不是发高烧 连续发烧一个月 那往往我调养到差不多 进去那摄影棚 出来又发烧了 比如说好不容易降到37度 我再进去出来 又变38度多 因为它里头太冷了 后来我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戴帽子 所以你看我戴多久帽子 表示我生多久的病 但是大家不觉得啊 因为帽子每天换来换去 搞很多颜色啊 对不对 那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戴搞怪 于是呢 我就多出了很多礼物 大家都送你帽子 那各种不同的帽子 我现在家里头有一个柜子 一整个柜子全部都是帽子 这样啊 就是我生病换来的 特殊的搞怪的礼物 所以搞怪有什么不好 那当然很多人还是 容忍着看我的节目 当时呢 我的旧老板啊 就是于记忠先生的太太 于妈妈 她是一个很疼爱我的长辈 她不得已看我的节目 因为她需要看那个内容 但是她实际上看得很痛苦 因为她是个很端庄的女人 她是南京大学的校花 OK 所以她看我的节目 看到有一天 我约她吃饭了 我说于妈妈好久 没有找你吃饭 我生命生了好久 我病终于好了 我们可以来吃饭 她看到我 哎呀 你终于不戴帽子 我高兴死了 要不然我每天晚上看得好痛苦啊 这样啊 然后我才告诉你妈妈说 我戴帽子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 因为我戴的帽子呢 我就头不会痛 事实上我今天如果不戴帽子来 你们会看到我很狼狈的样子 一直在醒鼻涕 然后呢人头很痛 可能会讲话讲到一半 我就讲不出来 当然我现在没想到台中那么热 我们家只有八度 我们在台北山上 你们台中跟我们真的是一国两制 在这个地方天气这么好啊 幸福的台中人为自己鼓掌一下 这样 ok 所以我从台北到台中的过程叫什么 叫做sana 从很冷 那我得穿上这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呢到这里 我现在非常热全身流汗 但是我相信流这个汗以后 我的病就好了 所以我会很健康的 回到我那个还冷的台北去 这样子 ok 那我一直这样子做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 I don't care 我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头痛死了 在乎什么人的眼光 对不对 所以永远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 真的相信你自己 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第三个其实 其实你会不相信自己 你不是莫名其妙不相信 其实是因为恐惧 恐惧 别人对你的抗议 像 Hawkins 他提出黑洞 然后他还说了一段话 他是英国人 在那个年代 在今天你想到 他面对的抗议是什么 英国几乎 大多数的人都是英国国教 这个国教是从天主教脱离出来的 他说人类要有理智 从不相信上帝开始 我们台湾信基督教 天主教的人数不是很多 英国有多少 一个科学家讲这种话 你们想到他的下场是什么 在台湾可能没有科学家 敢讲这种话 Hawkins的话 就是说我们人类 对许多问题要有认识 要有理智 因为他知道这很多东西 从宇宙大爆炸 黑洞 那如果是上帝创造一切 就根本就没有这些科学的研究 所以他的逻辑是有他的道理的 人类在天文科学 在他们的领域里头 要有一切理性的存在的 最大的前提就是 根本不可以相信 有上帝这件事情 那你想要讲这句话 那教廷简直是要杀了他嘛 对不对 西闽司什么东西都拒绝他 进到里面去 Did he care? 他如果在乎的话 他就不会提出他的理论 他也不在乎回报 也不在乎诋毁 那他大学 很多人看过他的电影 你们就比较知道 他的初恋 跟他的第一任婚姻 他其实念博士的时候 就已经生了他现在的病 当时的时代呢 是冷战时期 二次大战结束 医生跟他说 你大概只能够活两年 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一定是嘴巴很甜的男人 他后来 还跟他的太太离婚 还跟他的护士又结婚 而那个护士呢 是发明他那个车子的 就是他那个轮椅的 合成器的工程师的太太 人家还跟一个 那样的工程师离婚 来嫁给他 然后他原来的太太 是学中古世纪的宗教史 他们也跟他太太讲说 你所有讲的东西通往都是没道理 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这个婚姻就难以为继 那但是他们还是 很怀念当时美好初恋的时刻 所以电影出来的时候 他太太很开心 他也很开心 人们就问了他太太 你那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勇气 你敢嫁给他 医生都说 他只能够活两年了 对不对 而且他是这样子 全身残废的状况 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女性 你为什么敢嫁给他 你知道他太太说什么吗 他太太说 因为那时候英国人 跟美国人都宣传 苏联的核子武器 在两年之内 就会把世界给毁灭掉了 所以既然要毁灭掉 我就嫁给他算了 这样子OK 毫无恐 他是该恐惧的事情 他不恐惧 他恐惧另外一件事情 创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独立思考 我们现场很多学生 我们有些学生是学艺术的 有些人可能不是 那有些学生可能会走上 各种不同的创意 可能是功课什么的 我们都是一个通识的课程 但无论是什么 包括Hotkins 包括Einstein 包括你学社会科学 你相信自己 不畏惧恐惧 而且因此有能力 独立思考 你懂得尊重 独立思考的人 你自己懂得尊重 你自己是一个 独立思考的人 不要 附和多数人的想法 叫人多是重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谈的很多是 属于科学的 还有艺术的 创意的 我现在来谈一个 很有名的公众事件 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些公众 大家共同走过的路 来做一些审慎的思考 台南地震之后 今天我们新的总统当行人 蔡英文 她下令 1997年 之前所有的房屋 全部都要见解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台北市长下令 都更行防灾 台湾的内政部 终于鼓起了勇气 早就拥有的资料 在台中921大地震之后 我们国科会 委托了中央大学 台湾大学组成的 地质调查队 完成了全台湾活断层 以及土壤 异化危险区的调查 那这个调查计划 总共维持了十年 所以在大概 接近2007年 2008年的时候就出来了 就是89年的时候就出来 没有人敢公布 然后今年08年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公布呢 经济都快垮了 怎么公布 然后后面还怎么公布呢 选举快到了 怎么公布 一直到这次台南的大地震 大家说图上面早就有 这里就是土壤异化 的区域 如果我们那个时候 有更有担当独立思考的人 然后他愿意在政府的职务上 不在乎他个人的权利 不在乎公众的舆论 不会跟着人多适中 有些悲剧 或许可以提早避免 那我看到最近很多人 在讨论日本的例子 谈日本我们觉得 它很高尚的文明 我告诉大家是智利的例子 我们台湾在这个议题里头 连智利都不如 智利有一次发生 瑞士规模8.8的地震 我一看 那一定要死很多人啊 瑞士规模8.8 我们的921都7点多而已 他8.8 他没死几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建筑物提高的标准 就年年一直提高 一直提高 一直提高 他上次一次大地震是7点多 他立刻提高到 瑞士规模8 他的建筑物的标准是如此 我在想 为什么智利都做得到 我们台湾会做不到 然后我想起了一个事件 在三年前 文灵院 记得的人 麻烦你们举手一下好吗 后面的人记得吗 你们学生都不记得 人家笑了 人家在讨论小学吗 前面都是前面的人记得 后面的人不记得 还是懒得举手 真的不记得吗 后面的人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真记得人不多 好 那我花很短的时间 把这个案子 你看到他的抗争 李鸿源下台 就是那时候内政部长 郝龙斌 台北市市长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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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把都庚 强拆条款 我们现在是全台湾 都要都庚 对不对 这个气氛完全变了 当时的事件是 文林月呢 是台北市的一个都庚案 台北市那个时候呢 房价开始很高 他们就认为 这是一个最好的 防灾型都庚的机会 因为台北市房价很高 所以诱因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台北市 需要都庚呢 因为那个时候 在1950年 60年 70年的时候 台北市盖了很多 老旧公寓 这些老旧公寓 都只有四层楼 所以你要看什么是 台北市的危险建筑 其实只有一个 最简单的区分标准 它是走楼梯 还是它是搭电梯 因为到了1970年代之后 台北市已经到了 寸土寸金的状况 所以一块土地 它一定是盖电梯 盖到七八层楼 或是更高 可是之前 没有那么贵 就会盖四层楼的公寓 那有的人就在楼上 在家盖一个铁皮屋 所以那些房子 大概都是50年代 60年代 有的是50年的老屋 有的是40年的老屋 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老旧建筑 第一个 它浪费土地嘛 因为你把这些土地呢 不要盖四层楼 它可以盖20层楼 对不对 那台北市房价 就不会那么贵 第二个 当时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921大地震以后 它震撼了台湾的地质学界 因为在过去的地质学界里头 没有一个名称叫车隆普断层 就车隆普断层也是盲断层 那为什么这么多盲断层呢 是你地质学家都是白痴吗 都是瞎子吗 不是的 因为台湾的地质 你们仔细地看 眼睛闭起来 我们中央叫什么 中央山脉 那我们的山是不是很陡很高 对不对 台湾是造山运动最快的 一个土地的区域之一 它造山运动非常非常快 所以一直往上顶 一直往上顶下来 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情 同时在底下它的高度 要不然玉山现在可能长到5000公尺了 那个东西当然是什么 土石流 就是台湾老是有暴雨 然后呢土就会崩塌 第二个 台湾的水也会有暴雨 所以浊水溪不断地改道 所以我们看到以前 有些地方叫湖口的 没有湖了 有些地方呢 是原来浊水溪的港口就没落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浊水溪不断地改道以后呢 它旁边的冲击出来的土地 就叫冲击平原 然后这个冲击平原呢 它填满了以后 它就换另外一个改道 所以过去 你如果认真阅读台湾历史的人 就会知道说 很多沿着河流的 这些我们的母亲和每个城市的 大甲溪 浊水溪 旁边的冲击平原 你就可以想象 它上面有这么厚的冲击出来的泥土 是从山上土石流下来的 所以它的断层太深了 而在历史记录里头 它从来没有动过 所以你要知道断层 第一个就是根据一个探测仪器 可是它因为上面的冲击平原的泥土 泥沙太多了 所以它测试不到 它测试不到地目前的洞 那将来 比如说 在显微镜的运算 如果越来越发达以后 它们可以把一个显微镜 放在某一个很深层的地方 它就会感觉到这里 地层有在移动 它就会知道哪里有盲断层 但是在这些科技变成 很快的发展层 大量使用之前 现在还没有在MIT发展中 我们有太多的盲断层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跟这个大地 底下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茫然地活着 也盲目地以为我们是安全的 所以整个西部 其实地质学家都会认为 我们只能依据历史记录 或者是曾经已经地震过的 它裸露出来的这些土 比如说这边的土 跟这边的土是不一样的 表示这个断层曾经发生过 所以以前他们又觉得说 在台中地区有一个叫做彰化断层 没人最紧张的就是八卦山到大渡山 他没想过有一个东西叫车龙谱断层 从那地方出现 以前有过嘉义梅山断层 也没人想过怎么会断层从梅农出来 然后以前有一个大地震 叫做山脚断层 叫台北大湖事件的 它在哪一年呢 不是康熙来了 是真的康熙年间33年 就300多年前 当时玉永和 他在那一年的时候就被派来 就是台北出很大的地震 他从淡水进来 他在他的邮寄里头就写到 两边地震严重到什么地步 全部叫台北大湖 台北没有人了 全部都是湖 然后那个竹梢 你想竹林长多高 对不对 湖面露书短短的竹梢 你就知道那个整个地层是陷落下去的 所以到了日炬时代的时候呢 我说这么长的原因是 如果你要抗争一个事情 你最好把事情搞清楚 在日炬时代的时候 日本人是整治河流第一名的国家之一 日本人跟荷兰人 因为他们自己地震很多 他们的水利工程做得很好 荷兰也是 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呢 他对于基隆河的看法就是 他从雪山下来 98块岁下来的水流非常的急 接着他旁边的冲击平原呢 土地都很薄 然后他随时可能泛滥 因为到了关渡那里 他像玛丽联盟路的腰就变很窄 然后啪再出去 你看淡水是敞开的 所以第一个海水会倒灌 第二 基隆河的水流不出去 所以就挤在中间 所以就会全部溢出来 那日本人就认为 当然他是殖民政府 第二个他认为这也很难整治 所以他的主张就是什么 基隆河两岸不得开发 他作为泛滥区 来保护台北的安全 1970年代的时候 美军团团接受台湾政府的委托 他提出一个报告给蒋经国 你一定要迁都 因为台北盆地这个地方 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可能会淹水 而且你认为康熙33年的地震 永远不会再发生吗 他一旦发生 你的灾害难以控管 你不要连中央政府 自己都变成灾区 陷落掉了 所以建议他 这么多人 需要这么多水 很严重 叫他迁都到林口去 但最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做到 那最终的结果呢 到了当时武林院的时代 台北市政府想说房还这么高 过去的老旧房屋 然后呢 921大地震以后 台湾的地质学家 调查那条康熙时代33年的地震 叫做山脚断层 他一路从新庄 新庄以前是个港口啊 所以新庄以前是 会有慈幼宫啊 道光年间的庙 因为他以前是非常香火鼎盛 因为他是个港口 现在也被填积起来了 所以新庄五谷 所以你现在只要看三月份 我可以预告给你听啊 政府只要公布出来 哪里是土地一化区 一定包含这两个 因为它就是土壤冲击出来的平原 那而且也是以前断层区 就新庄五谷 然后上次的镇央是在关渡 所以称之叫关渡大地震 然后切过阳明山 然后最后从金山 出去这样 那时候地质学家发现 这条一直被认为 死了三百多年的地震 因为九二一地震的关系 台北彭基家蹦蹦痛了以后 他从死的断层 他复活了 所以我们人不会复活 断层会复活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对国科会报告 这个所有的资料 就放在中央大学 以及台湾的中央地质所 所有的资料库里面 那大家都知道 我所谓大家是指 核心的这方面的专业者 跟主政者 都意识到这个灾害问题 每个人都在堵时间 堵 它不会在我任内发生 那郝鲁明那个时候呢 他就想说 因为他找了一个 之前一些顾问 这些顾问就说 我们赶快搞防灾型都更 它有好处 第一个 趁房价高的时候 赶快把这些老旧房子 把它改一改 那财团 建商 他们不会讲财团 就建商会有 它的这个利润 它会有诱因 然后呢 老百姓可以换 比较大 比较安全的房子 再来其实它可以盖得高 又安全之外呢 房价就会压下来 因为你从经济学来讲 你的supply增加了嘛 那房价就会不会像 这个时候那么高 只有走没有多久 碰到了文林月案 文林月案呢 那就是其中一个都更案 当时我们的都更法规定 你们这一区的人 这个社区的人 至少75%的人同意 才可以都更 后来文林月闹完了以后呢 那日部长李红月觉得 人家在骂他 他看人多势众 他就说好吧 那75太高了 我们要多考虑到 很多人的居住的正义 所以我们就提高到85好了 社会就觉得他忏悔了 但我告诉你们各位 文林月案 整个建商 所统合的住户 它的同意数目是96% 只有一户不同意 但那日部长因为觉得 这社会礼貌 他就乱应付 大家觉得应付的还可以这样 OK 从75提高到85 除非你提高到100% 否则文林月案一定符合标准 那文林月案呢 你说它的理由是什么 它就是有一个王家 它是一个套庭 处在这个整个社区里面 它是一个一整块 完整的面积 它认为 我不需要跟旁边的人一起读耕啊 我王家事事在的住在这里 我们有我们在这里的回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抗争写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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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王家要回家 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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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的人有王家 更有外来的人 哎呦 那时候很多建筑系的教授 都带着学生去抗争 那我就很想了解这个事情 哇 这官商勾结到什么程度 那我就看它的发展 我那时候是不讲话的 我看它的发展 因为我相信闹成这样 那已经原来的住户都牵出去了嘛 那王家出来抗争 如果他们是被一个建商欺骗 结果建商黑箱作业 官商勾结 那些被骗出去的住户就会参与抗争 这样对吗 对不对 他就会讲说 不对 我们当时的条件是 在财团跟我们资讯不对等情况里头 签了同意书 我们也不同意 我们要求重来 这样对吗 然后就变成公办都更嘛 结果所有的住户都说 我们要回家 不是只有你王家的居住 是正义这样 那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搬出去的住户 气炸了 为什么 我搬出来两年 你们这些外来的人给我抗争 我本来要一个都更的房子 我没了 然后你们王家一家人 就在那边闹 你们说他在住了三十几年 你有回忆 你有感情 我们有感情吗 可是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家 那这个事情 我就曾经在台大教课的时候 我就讲说 许多事情 他都有他的好几个 独立思考的价值 第一个价值叫做王家 他们有在这里 要回家的记忆 他们认为 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 他不想随便的搬家 可是其他家 叫张家里家 陈家的那些人呢 他想要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比较安全的房子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非社会的 非这些住宅的人呢 他们觉得 可能这种都更性的房灾 对台湾是 台北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它有好几层的价值 跟不同的定义 那你不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无限上纲嘛 对不对 我今天不能选择其中一个说 因为这里会地震 所以你们通过给我滚出去 我把你的房子都给拆了 我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啊 所以住户的同意很重要 那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也是个价值 法律规定75% 这里是96% 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对的 你不能说你认为不对就是不对 你认为官商公姐 要官商公姐 可是当时的抗争啊 我告诉你 没有人有第二个声音 吓都吓死了 你真的领会什么叫做 人多是重 你们知道吗 从此之后 台北市一个都更 几乎都大的都更 都通过不了 因为对台北市政府的官员来说 我这把声音哦 我做个劳暖 让你贴 我做个劳暖 让你贴 给劳暖 还说我官商勾结 干我什么事情啊 然后这个事情 后来的发展更妙了 就王家大后来说 在法庭说 我们不要再告了 我们根本就无所谓了 请大家不要再挟持我们了 因为他说我们要退出了嘛 我也要参加都更了 我不要再抗争了 结果那些帮他抗争的时候 你不可以退 你怎么可以退 你是懦夫 我帮你 所以他们要交一笔钱去加主份 王家说我不要交 我凑不出钱来 我帮你凑钱 立刻就把钱凑出来 帮他弄放去 他说我不要 后来他只好发一个声明说 请饶了我们王家 那抗争者是为了什么 我其实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想他们原来 可能有他们相信的正义 但是我想他们相信的东西 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 然后他把他无限的上纲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越哭越闹 还有完全外面的人 然后看到那时候的行政长叫吴敦 一看到他就吓过 就救救王家人 我看了也吓一跳 可是我们现在三年后会想来 我们这个社会那时候事情闹好大 可是从头到尾都不是那些住户的事吗 就有点像我们一般人在讲说 那些人的父母的事啊 这是这一群住户他们家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 我们社会凭什么去参与他人住宅的纠纷 然后在里头说 你对他错 你对他错 你凭什么呢 法律有法律的标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同意权 他们的价值是冲突的 他们自己去决定 每个家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我们凭什么用外面的力量 去介入他人私人宅邸的事情 而且并不是因为说其他的住户 被那个舰上给骗了 或是被捣账了 在这个情况里头 他干我们社会其他的人什么事情 怎么可以冲到人家的这个 都更案里头去处理这个事呢 所以在王家最后宣布 我不干了 你们不要再挟持我之前 文林院案里头 签同意户的那些人 变成无家可归的人 在我们的居住正义的大旗帜下 最后王家退了 他们就说 奥弥陀佛啊 这样 可是从此之后 台北的都更案发生另外一个状况 就没有人要签同意了 因为我如果签了同意书 我办出去以后 可能有一家发神经 或是有一家有不同意的意见 然后法律规定如此 法律不叫法律 然后有人来抗争 说这个太不可控了 这个我不要 我到时候不要 所以同意书也不同意了 不同意书还是照常不同意 建商也不要搞了 再见 拜拜 直到这次台南大地震 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来反省 当时我们以为对的事情 是否真的 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所以三年后 我们看到了台南大地震 大家开心说 哎 你该公布土地一化 怎么不公布啊 然后其次 大家都在声讨为贯 当然也有礼盲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人 他们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新闻 你们现在新闻呢 负面的 你要保留一下 因为 所有搞新闻的人都懂得 人性喜欢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捏造了一个东西 叫做蓝太太 所以这个蓝太太拆了什么墙 后来发现不是事实 可是人家已经被你霸凌完了 而且是全台湾的媒体 跟网友一起霸凌人家 你道歉了吗 没有 所以台南大地震之后 大家开始觉得 都更是重要的 防灾性都更是重要的 那因此三年前 那个文林院案 我们重新重新的来思考 这是当时防灾性杜更 在文林院案之前 他们所提出来的 八个试点地区 吴兴街 就新一计划区旁边的吴兴街 因为那里就是土地一化区 新北市的林口 台南永康后家里断层地区 永康看到了没有 台北市的中山女高 那个地方也是 松山机场那里也是 因为很自然嘛 它靠近基隆河嘛 桃园中立老街两侧 台中旧火车一带 因为台中旧火车 台中市中心这里很靠近 彰化断层 高雄港铁路局一带 那其实这些地方呢 不止 他们告诉我说 邢天公 也保佑不了自己这样 邢天公 松江路那里都是 内湖 所有那个河岸旁边的 最漂亮的房子 那个整个地方 都是土地一化区 士林也都是 大岸森林公园 那好贵的房子 它的东侧 也是土地一化区 它的北侧 也是土地一化区 昨天 我在跟银行界的人聊天 他就跟我说 这公布出来不得了 我们银行可能都要倒了 它的房子根本就卖不掉 那我就讲说 其实 他当时 应该 在房价最高的时候 立刻公布 然后 在文林院案的时候 如果是我是政府官员 文林院案了 我就直接公布 就是说你真的 做政治人物 或是做一个国家领导者 你不要 你不要老是那么在乎 你的官位跟选票 你更需要独立思考 因为你托付的是众人之事 对不对 但这当然很难 好了 然后我就去台大上课 我们很快过去 要几个谈话 我们再下一页 OK 然后呢 我就讲了 文林院这个事 再下一页 然后联合报就大幅地报道 联合报那天呢 我在台大教课 然后呢 后来台大找我去演讲 在我前面的是 台大地域系教授 陈宏宇 就讲到整个地震的问题 我常常访问他们 所以我这方面背下来的 有一定的常识 知识是来自于他们 不是我啊 那第二个 就是李鸿源 是当时的内政部部长 第三个就是我 他们在讲到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一直在讲地震 讲防灾行都更 我在他们后面讲话 正好是我宁愿闹得 最凶的时刻 我就问我自己 我有勇气讲真话吗 然后我上台之前 那个下长跟我说 文青啊 今天我们调查 有八成的学生 是为了你来的 那我心里就想 好 我刚讲说 你政治路要担当 那我有没有 我上台我讲的真话 我对那些学生说 有很多抗争者 是来自于台大的学生 你们可能基于 你们所相信的 某些价值跟感情 可是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是只有一个价值 跟一个感情 你要有更广泛的一个思考 那最后我用了一段话 比较重 那就变成了联合报道的标题 我就说 如果有一天台北不幸发生地震 而因为这一连串的抗争 使台北的防灾行都更 不能够进行 我们地震的规模 导的可能是四五千户 他们现在说四五千户是错的 其实是四五千洞 那我把它乘以十好了 或乘以二十 它就是十万人 它远远超出一个政府 可以救灾的范围 而且我看了 最近几个土地异化资料都出来 因为早就在中央大学里面 你知道连营建署自己 都在土地异化区啊 连营建署自己都是啊 然后就在台大基隆路那一带 台大基隆路啊 那一带就是土地异化区 所以联合报就用了一个大标题 我说是超过所有的 政府可以负担的 我们现在在批评土石流 土石流有天然的 有人为的 如果你做了错误的抗争 阻止了这样一个防灾行都更 有一天地震在台北发生 不幸的灾难的时刻 抗争了你 想一想 很可能你就是那个 掩埋他的土石流 联合报当时抓到我这句话 就写得咚 字表情很大 然后还拍了一个像你们这样一张照片 其实当时听的人非常多 那我们后来也让大家Q&A 也没有什么人起来来臭骂我 但是你知道报纸 它不惹风波 它就不叫报纸 它就拍了一张像你们现在也有几个人在睡觉 它就拍你的脸 拍你的脸就说陈文倩在上面讲话 下面的学生冷漠已对 还会写图说了这样 然后呢 旁边再去配一个当时抗争的学生团体 他说陈文倩自己才是土石流 他根本就是背叛了他野兰年轻的理想 他就是跟财团勾结的人 我刚才讲的话 哪句话跟财团勾结 你讲人家跟财团勾结很容易 你回答 吴林院的很多问题很不容易 你了解台北的地质结构 台北的地震历史 台北面临的问题 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结果就一大堆人骂我的话 我今天把它download出来 就讲说 是什么 我是文西里这些人都在做什么工作 从一些这种 卡来 尖刻这是台大烂透 什么东西 就是烂透烂透烂透这样 Do I care? 其实我叫助理把它抓出来之前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 那这些人骂你的时候 他们要不然就叫我 因为我本来叫陈文倩嘛 他们就故意要把你 骂你就叫文西 要不然就叫你大神 那我警告大家 上世界主报的 文倩世界主报的Facebook的人 如果你叫我文西 我们不会封锁你 因为我是有度量的 叫我大神我绝不容忍 一定马上把你封锁 声明在先这样子 有些事叫孰可忍 孰不可忍这样 人是有底线的 听到了没有 OK 所以骂你的谈话 Do you really have to care? 我告诉你 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你们看了我前面的照片没有 我不止没有瘦 还胖了这样子 OK 这世界上 一个不会被骂的人 表示你是没有价值的人 我当天如果上去讲话 也讲得不痛不痒 就没有人骂我嘛 对不对 我如果跟他们讲说 防灾性都更很重要 你们台大的学生 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然后我好佩服台大的学生 在这件事情里头 领导社会认识什么叫做居住正义 然后我希望这些学生 能够更关心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大事情 关心凡在都更 也同时注意到财团在这里头的勾结 注意到居住正义 每一个人跟他的房屋 不是只有金钱的关系 都有情感 我告诉你我很会讲话 我很会讲话 要我讲谎话一点都不难 只要我克服我的良知 Right 所以呀 我刚刚用这个例子 不是来深渊的 因为今天每一个人都赞成都更了 但请问三年前 你们干嘛每一个人都反对呢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社会反省的例子 不是清算 我想今天站在台上 即将执政的政府 政党 当时可能有一大半的人 都在这件事情里头 扮演了批判者的角色 很多网友 支持都更的 当时都是文林院的抗争者 这样 经过这三年 我们学到什么 大自然教导我们什么 它教导我们不只是重视都更防灾 教导我们今天的题目 独立思考 你真的不可以人多是种 你不只会没有创意 你会害人 好了 不在乎人家眼光里头最好的凯末 这个女子叫做梅达娜 她跟我童年 告诉你一个秘密 她是狮子座的 她到现在这种年龄 还穿这副德行 你们不觉得我非常断装吗 下面这个人叫David Bowie OK 她刚走了 67岁 她很早就让自己 一会儿说她是出柜 一会儿说她是双性恋 她又结婚 又说她不是 她又出柜 其实 大家到她走了以后 不断地讨论这个话题 我曾经看过一个 BBC对她很深度的专访 他们问她 她就说 她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她出柜就是大新闻 她结婚又是大新闻 她说人啊 这么容易被性别这个角色 框住你的脑袋 给了我无比乐趣的游戏空间 这样 她就觉得那是我个人的事啊 我要不要出柜 我是双性恋 我还喜欢女孩子 So what 你如果去测 中国医药学院 叫他们检测你的荷尔蒙 每个男人身上 都有女性荷尔蒙 每个人女人身上 都有男性荷尔蒙 对吗 你永远是在这两个荷尔蒙里头 平衡来平衡去啊 有的人平衡不了 那就 男的就 比较像娘娘 然后呢 女的平衡不了 就比较像男人婆这样子啊 那我就很明显啊 我年轻的时候 就很像 他们说这样 非常女性化 我现在就越来越像婆娘 就越来越男性化这样子啊 所以 人才会随着年龄 自己的 各种不同的哈尔蒙 一直在改变 Why 为什么性别这个事情 它可以变成一个道德的标准 然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变成一个框框 然后甚至 还有一个群人 组成一个政党 然后诉求大选 说不要投票给这群人呢 I don't think they believe in God 如果这个是上帝 我不信这个上帝 所以 最后给大家几句话 取悦大众是政客的事 不是你的事 除非你喜欢说谎 因为你如果不爱说谎 做政客是很痛苦的 像我自己觉得我说谎能力是太烂 所以就很早地滚蛋退出这样子 取悦大众是政客的事 取悦你自己的创意是你的事 创意就是与众不同 他某个时候是孤独 有的时候甚至会使你贫穷 但有的时候呢 他会让你非常不同 大发财 我们很快地在这个学期里头论坛里有一个人叫陈一珍 陈一珍呢和他儿子要来我们现场 可是他最特别的是他跟他先生的创业的故事 陈珍的爸爸以前是台中中小器营的董事长 可是这个中小器营后来被某一个政要掏空了 所以其实呢 他跟他的先生张明正 创办驱使科技的时候 他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是一个大千金小姐 然后后来我跟张明正聊天 我就问了他很多年份 我把他联系起来 张明正突然很高兴 好像他觉得他遇到了我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解答他这个问题啊 他从小开始创业的动机 很特别哦 因为他从小来被他爸乱走 他爸打他打得很厉害 对他很凶 可是他爸在日本人公司上班 刚走完他骂得要死 看到日本人长过来 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样子是聚工 张明正想什么东西 这样子就很气 所以那个伊迪帕斯情节呢 在他的身体里头 一直都是他创业的一个很大的血液 然后也因此影响了他对很多事的思维 当网络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啊 网络一定有什么好处啊 他连接人 他说有好人就会有坏人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小时候 很不幸福是一件坏事 像张明正就是不太幸福的例子 他因为小时候老被爸爸打 这个不快乐的童年呢 使他比别人早一点想到网络 一定有坏人 所以他就去做防毒软体 这就是他的创意 他知道有坏人 坏人来了 讲完这个话就会有坏人 做这件事情一定有坏人 这事实上 我告诉你 其实啊 前几天我跟一些人说话 每个人突然都豁然开朗 我跟他们说 你没想过 这什么鬼事情啊 我看那个新闻 我大吃一惊啊 东正教 我们台湾分离成叫做教长 其实这翻译是错的 叫大墓首 因为教长太低的位置 就他们的教宗叫大墓首 跟我们熟悉的天主教教宗 将近一千年 终于要见面了 你把这个事情仔细想想 他们现在是同一个上帝 他们念的几乎是同一本圣经 他们是同一个宗教 他们让人可以为了一千年前 罗马教皇率兵 打入了军事坦定堡拜战亭 就可以看到今天 两个教宗都不见面 那我还信你这个教吗 你们怎么回事啊 但我也不是在批评这个宗教 我再说一件事情 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见有多难 教宗都做不到 我们只有了解 我们自己是自私的 了解我们的本性是坏的 了解我们的本性是贪的 了解我们的本性是恨的 了解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是负面的 我们承认自己这些东西 我们才可能变好 你不承认自己这些东西 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儿一定最自私 就是因为知道说 我可能会嫉妒什么 我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在意什么 我意识到这个事情 自我节制 自我克制 人才可以超越 人性的不好 那创意本身呢 我刚才讲张宁正呢 讲扯远了 突然讲到修行去了 回来 张宁正就是因为老是被打 他觉得网络里头一定会有坏人 所以一有网络 他就决定那种防毒软体 就是要抓坏人 他在哪里创业 他在他妈妈的家里创业 我听了都目瞪口呆 他妈妈在洛杉矶 那我因为小时候是我外婆带的 17岁回到我妈妈家 总是有疙瘩 觉得你一定偏心 一定喜欢我弟弟妹妹 而且你又那么凶 你对我一定很不好 可是我从来不晓得 还有这种事 想起来比起我妈实在蛮好的这样 他妈妈唯一借给他的创业地点 就是他的车库 所以他是在车库里创业 我想我如果创业 我妈再怎样不给我用车库 我一定是用他的客厅 把他赶到后面去这样子 这样的妈还要被我批评 他的妈居然只给他车库 他就很感激 然后他们有客户来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创业吗 今天这么有名的趋势科技 他当时的创业是在一个garage 他客户来 连厕所都没有 因为他妈妈不准他们 带客人进去里头 他有洁癖嘛 不准去上厕所 所以还好旁边有一家麦当劳 所以他们都跟客人约在麦当劳 然后在麦当劳上厕所 麦当劳就是他们的 对外的会客室 去世科技就是这样开始的 最后慢慢成功 去哪里上市 所以人有仇恨 有好事也有坏事 他居然选择了日本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选择日本啊 因为东京不是一个太好的 科技上市的地方 而且日元当时经济看起来 整个日本就是不行要贬值嘛 他说因为我创业的动机 就是要打败我爸爸 所以呢他就去日本上市 特别把他爸请来 然后让他爸看到 一堆日本人对着他鞠躬这样子 他说完了 我在那天才发现 原来我创业的动机是这一点 我爸来了 我来台湾看好激动 因为他看到日本的一堆侠就想对着 社长对着张明正取购 张明正就说嘿嘿嘿 他说完了 我从那天开始 再也没有任何经营企业的乐趣了 他就再也没有乐趣了 后来我就告诉张明正说 你知不知道你那年有多重要 因为他后来发现 他的贷款各方面都很 突然很容易 而且后来整个翻转 我说因为1987年 你们注意啊 你们现在觉得金融很像 你们很惨 我的Banker Khan 刚才那首歌 1987年是美国的处代危机 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 比起2008年好很多 而现在的状况 很像美国当时1987年的处代危机 就所有的企业呢 旧了都在被淘汰 新的要崛起 要崛起新的每一个都要很辛苦 都有一段路要走 那张明正 我后来跟张明正讲 那一段时间1987年 发生的事情 我说哎呀好在你告诉我 我怎么会想说 我怎么会那么顺利 我都不晓得这样子 我只觉得我怎么那么幸运 他抓住了一个对的时机 就是美国垮掉了那一年 那一年呢 美国有一堆人去炒作农地啊 就是农地会很好 大家通通去买农地 搞到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要倒了 那年我刚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一转头 就逼台币升值 所以我是最大的受灾户 我出国的时候是1比37 当然现在我们快要接近了 然后隔一年 1987年 它处代危机发生了 我1986出国吧 它逼迫台币升值 升值到多少钱 1比25 最高的时刻 但对我有好处了 因为倒霉是我妈 他给我的钱 马上就变少 可是对我有好处 因为我刚刚去美国 看到一个包子 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惨 啊 包子这么贵哦 因为算台币钱 才太贵了 然后隔一年以后 我就看到我妈来了 代表台湾的Bawahoo 她就到New Jersey去买房子 1比25 意思是什么呢 那时候好多人被开除了 什么Continental的总裁啊 什么都被开除了 他们的房子好大好大 卖多少钱 60万美金 乘以25多 1500万台币 我妈想这买木炸一栋房子 买这么大一间这样的 太好了 所以那时候台湾前烟角木 所以台湾人到美国去 都变成爆发户 都是在买房子这样 那她就是想要买一个 好大的房子 我记得那客厅 我觉得我现在是夸大 不过我那时候 我面对我妈向来 有夸大情节哦 就是我记得那客厅 好像这个讲堂 这么大一半 还要买这么大房子 那房子是Continental总裁的房子 所以她的客厅 大概有这个讲堂 下面这么一半这么大 我说你买这个房子 你只是为了要吹嘘 给你的朋友看 我怎么样住这个房子呢 你给我派一个佣人来 因为我那时候感觉 我要扫地 我要穿溜冰鞋 才能够扫完 所以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创意真的 有的时候是在 很贫穷的时刻 你是可以有创意的 那当然我妈后来 骂我妈的半死 因为那座房子 后来涨到了600万美金 这样子 OK 我没有买好 所以给大家看 这个可爱的房子 这是爱因斯坦 它永久改变了世界 由于它 美国有了原子弹 由于它 二次世界大战 丢了原子弹 结束了日本 然后由于它 世界掀起了 原子弹所有的战争 由于它 我们在100年之后 知道了 才实验出了 重力泊这个事 这是它在Princeton的房子 爱因斯坦就在这里 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最后一句话 I'm very happy in my new home in this friendly country in the liberal atmosphere of Princeton Albert爱因斯坦 这是这个门上面 所写的一段话 他一直在这个房子 到1955年的时候过世 大部分的时间 他在学院里头 得到很大的满足 在公园里头散步 然后呢 他很有名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 它是什么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爱因斯坦 难得的最后一张照片 难得的照片就是 它是很这样 他多数时候都喜欢在 你们看了很多都是 他吐舌头的一个照片 他很喜欢搞怪 据Princeton的人的记忆 Princeton有个教授 跟他同一代 他说这个人是 很没家教的人 他老是拿一个雨伞走路 走一走 看什么车子不顺 你就拿那个雨伞 把人家的车头打了一下子 哇 这是爱因斯坦 OK 然后呢 你觉得这是伟大科学家吗 从我妈的标准 她头发现在乱七八糟了 头发也不好好整理一下 这样的 她懂得与众不同 当然晚间的时候她说 我可能不相信上帝 我相信狗 她不是为了骂上帝 她是因为太爱她家的狗 我今天上的课演讲到这里 因为以前上课的时间都太长 有个同学问问题的时间太短 那如果这堂课呢 我想跳来跳去 好几个不同的节奏 无意想告诉各位 第一 请记得相信自己 不要急着附和别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相信自己 不要恐惧 你的父母亲不是你的障碍 你的师长也不是 只要你相信自己 你有足够的能力 说服他们 说服不了他们 你也可以变成张明正 所以各种角度 都不会妨碍你的创意 人生也不一定要幸福 张明正是在不幸福的童年长大 刚刚我们的banker 抗运号太穷了 送不了情人花 谁写得出来这种歌 你不一定要歌艺最好 但是你懂得动电脑动画 你就可以变成Pakira 然后呢 你很老了 没关系 你懂的某些概念 然后找年轻人跟你一起合作 你可以变成日本 那个机灵地的 很棒的设计品牌师 创意最重要的年龄 就是你现在 我现在想 我比我小时候笨很多 有一次别人看我以前 我很小就做人家的 这个竞选走盖世 然后给我看以前 我写的文轩 我都是晚上熬夜 因为我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半夜回去 根本就用很简单的时间 就把它写完 写人家的文宣作品 我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写 我小时候实在太聪明了 我一看到那文字 我就跟我秘书说 我发现我一点进步都没有 可是现在比起来 我的秘书就安慰我说 那意思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巅峰 这样子 各位在巅峰的年轻人 我希望你们好好地在人生里头 抓住这个时机 发挥你的创意 忘掉那些所有的老头跟老太婆们 包括大神们告诉你的 你该怎么样 如果他们的话 可以给你参考的话 我想就是那句话 请相信你自己 谢谢 好 那让我们再次以掌声 谢谢文倩教授 我们上课时间是完了吗 还是有剩下时间 给大家问问题 问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开放一个问题 给大家提问 有人想要请教文倩教授的吗 都可以举手哦 等一下我让学生先问 好不好 有学生吗 快点 机会难得 你下次谁先举手 就送你一个bank account这样子 都没有人要问问题啊 It's too bad 来 秋萍 各位年轻的朋友 还有我二十多年前 在台北认识的朋友 大家好 那个很高兴 因为我今天大概是 唯一不能在现场露脸的人 因为我不是学生 那我今天很感谢那个公关室的主长 那给我这个机会 那因为这个题目其实让我非常的shock 就是说奇怪 一个这么有创意的人 为什么会用这么反差这么大的题目 去吸引学生 年轻的孩子 那因为二十多年前 我跟文倩 解释就是在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新闻记者会 因为当初文倩从美国回来 好像1995年 是吗 假如没记错的话 那他也还很年轻 跟各位大概年龄也不相上下 刚从美国念了博士班 然后回来台湾度假 那发起一个所谓的女总统的campaign 她觉得台湾为什么只有男生可以当总统 就没想到她这个创意 在现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shock 我觉得我是一个女性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 台湾已经是可以接受这样创意的 一个刺激的时代 所以我是抱着一个 一个freshman的心情 就是我是一个菜鸟记者 那时候在中国时报 那我就采访了 就采访的现场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她非常的有很多的新的点子 然后跟记者也说了她这个 为什么要推女总统运动 这样的一个运动 她的初衷啦 她的用意啦 讲完之后 然后就真的让那个女总统上台 就是施济清女士 你们可以想象吗 她用什么样的装扮 出现在新闻记者会的会场 她就是妈祖婆的样子 因为一些妈祖是非常夯 非常热门 所以她是一个文创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说 太棒了 我们中国时报的记者 不管摄影记者 文字记者 今天一定逮到头条了 因为光那个装扮 是不是就很有新闻性 那再加上文茜 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创意的发想者 她就把这个活动 介绍得非常精彩 就那个活动 想必我是不是满载而归 我应该可以带着好的照片 跟好的文字 回到报社去发我的稿子 可是就在记者会结束之后 我留下来了 除了记者都走了 我不晓得文茜还记不记得 那文茜就是自己开 收拾麦克风 她就留在现场 其他所有该发言的人 各个妇女团体的代表 还有那个施敬金本人 因为她是女总统嘛 候选人啊 都走了 就我留下来 我留下来为什么呢 我满脑子的疑惑 就说 奇怪了 刚刚那个女总统 她不是发派了内政部长 妇女新知李元珍 谁谁谁 每个妇女代表 都是她的内阁的阁员 为什么这个人 这个人在旁边当司仪 然后这个人又发起了 这个水女总统运动 她竟然没有一官半职啊 对我一个菜鸟记者来讲 我觉得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What's the matter 到底发生什么了 是不是我错过了 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为什么 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连结 我就留下来 我问她 我刚才开始发问的时候 她可能也不想理我 她觉得你就是一个菜鸟记者 我要跟你讲什么 或许 因为我们也第一次认识 我们也没交情 就我多问了她几句 她终于跟我讲说 邱萍 那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 我愿意跟你好好聊一下 我的心路历程 那我回了报社 我写了一篇 人物专访 介绍她 我不晓得之前 有没有人介绍过文签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有多大的功力 可以去写这样的人物 可她送我了一句话 她是用布袋和尚的诗 去做我这个人物专访的总结 就是你想想看 布袋和尚 我们都知道 她的诗的内容 其实主要就在告诉你什么 就插秧的故事 你可以看农夫在插秧 她是不是一直在往后退 可是事实上 她每往后退一步 她的秧苗 是不是越弄越多 越插越多 所以人生怎么样 退步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是她的创意嘛 她写这个新诗的创意 有她的残意在里头 那文签用这样的一首新诗 去发书她当天 被很冷漠的对待 被一群女人霸凌的新生 然后成就了我 这个菜鸟记者 在中国时报 我还印象很深刻 是写在第三版 而且人物写了一大篇 我就想说奇怪 那天是总编辑 她的头壳也烧坏了 她为什么突然 那么疼惜女人 还是她曾经有被女人 霸凌的经验 我也不知道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啊 虽然林胜芬 现在已经当了 清大的副校长 我还是没有去问她 为什么她在当采访主任 她看到我稿子 她今天标题做得这么大 因为她小说是我的同事啊 她就知道我这样的人 多么 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 大家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但林胜芬小时候是认识我 那时候我是中文时报的主编 我也不知道她认识我啦 我反正从小 起装衣服嘛 头发喷七个颜色旁 可是我走进去 再走出来 就全报社的人都认识我了 所以让人家认识很简单 这样 所以我今天终于真的有点 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当下我真的觉得 这个女人实在太有创意了 为什么她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她就想到二十几年以后 台湾遇见未来 遇见台湾的未来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这是我当下的感觉 那很高兴 因为有人告诉我时间用的太多了 所以我在此做个结束 就是我很鼓励各位年轻的朋友 就是不要局限自己 就像文贤老师给大家的 所谓的脑力的激荡 你们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 因为包括她二十几年的预知能力 今天都已经come true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